來自我 嗨!歡迎回來台獎你說 我是Sean 今天呢 如同上次我們介紹的 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較嚴肅的話題 其實這個東西跟寵物有關係 就是台灣的流浪狗為什麼永遠都撞不完 訂閱的觀眾他私訊過來問我 他說你這邊有狗狗狗阿姨 你常常去找很多財嘛 那看起來很多狗狗都活得很好 然後主人啊家裡啊都照顧很好 有些活得比人還要好 那為什麼台灣的流浪狗還是那麼多呢? 我其實有問過很多人 包含大家最...其實目前大家最喜歡 口租踏伐的繁殖業者 那...以下幾個原因喔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全部都是我在養女胖寶的時候 我才漸漸學到的 所以要... 感謝胖寶 第一有一定...當然有...不孝的 大家注意喔 第一個 不孝的繁殖業者 一直不斷的近親繁殖 他可能就是... 媽媽跟... 是剛生出來的小孩 小孩長大之後 然後兒子狗狗 他就跟媽媽又在... 近親在繁殖交配 然後生下來 他就是要很快速的 一隻母狗 他大概... 一兩年他就生了好幾台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 就是不孝的繁殖業者 用這樣的... 近親繁殖的方式很快速的 繁殖出來很多的狗狗 然後送過去買 所以完全沒有政府登記在案 甚至也沒有打晶片 甚至他一開始 他應該要打的 小時候的... 方便病 然後跟... 六合一、三合一 或是甚至比較強一點的 十合一這些... 第一季跟第二季 他都沒有打 然後呢 他又沒有好好處理 剛剛講的這種... 種公跟種母 去生小狗狗的... 這個... 爸爸跟媽媽 出現最後 大家在TVPS 這件事新聞上面看到的 哪邊又看到很多的... 突然... 一整群的狗 然後就... 這種不肖的業者 就把他丟在那個地方 但我要幫這種... 有在比賽的... 有良心的業者說一句話 這種... 有良心的業者 其實很多的 但是... 大家反正... 因為看到很多的... 這種... 不肖業者的... 負面的新聞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新聞其實... 都在講負面的事情 然後... 反而正向好的事情 好的業者 他們有去... 比賽啊... 去日本這個... 柴犬的原產地去... 比賽都拿到獎盃 回來... 可是沒有人要包 因為這個沒有什麼的價值 不吸睛嘛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 最近幾年的狗狗 這種相關的電影 或是貓貓相關的電影 其實非常非常多 只要拿一種狗 開始拍了電影 可兒魯是最早最早的嗎 接下來就是... 理察吉爾的中泉小巴 然後日本話語翻拍了 每次出來這種影片的時候 就會出現大量 氣氧潮 你信不信 連冰與火之歌 全力遊戲 都可以有氣氧潮 因為冰與火之歌 裡面有一種動物叫什麼 John Snow養的那隻叫做 冰原狼 Die Wolf 冰與火之歌出來之後 結果反而造成英國 因為它的原產地是英國嘛 結果造成 英國的阿士奇 在短短的一年還是兩年之內 成長超過七成以上的氣氧率 你看... 離開八國家 英國都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根本沒有講台灣 那根本沒有講大陸 所以這一種影片跟影集的出現 也造成了很大量的氣氧潮 別忘了按下訂閱 加上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 才像你說的新影片囉 然後第三個就是 不負責任的寵物四族 包含說 看到剛剛這些影片 之後呢 就開始 好可愛好可愛 然後就衝過去買 然後養了之後就是很笨 很傻 一帶 然後就不符他的期望 結果就... 掰 那就送出去囉 就... 不是放 他叫放生啊 但是通常都是放死 因為他是騎這種狗 牠其實不一定能夠在野外求生 OK 牠不負責還有另外一種是什麼 出去遛狗的時候是不牽牽繩的對不對 這件事情在我跟我身邊的 柴友跟犬友的四族 身上是從來不發生的 從來沒有過 但是有很多人我發現 在養狗之後 我看到很多四族牠出去遛狗的時候 牠是仗著牠自己覺得牠自己跟狗的默契夠 但是通常都是不夠 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這種貓貓狗狗的社群 比如說我自己常常在看的柴犬司令部 柴犬大學 然後各式各樣的這種話 裡面就每天都會有新的狗狗遺失啊 愛牠請不要放走牠 愛牠請不要放下牠 你一旦放開牠就是放死 而不是放生 OK 牠不負責任的狀況就是什麼呢 連晶片都不打 晶片是一個非常基礎的一個知識概念 就是說你如果養了一隻貓或是養了一隻狗 隨便對建議一定要去做什麼 晶片的注射 牠會打在狗狗的 貓貓我不知道 但是狗狗通常都會打到牠背後 兩個肩胛骨的中間那一塊 那每一年牠的這個晶片都會疊代更新 一直不斷在更新 所以現在的晶片其實很容易掃到 像胖寶 牠所打的晶片是比較古老的 因為牠是老狗狗了嘛 老財了 所以牠以前打的 就在打那個地方 但是可能有的時候 牠不同的機器會掃不到 所以請注意喔 我其實甚至有帶牠想要去再打一次晶片 因為我擔心以前舊的晶片掃不出來的 像牠掃描器不同的廠牌的掃描器 針對不同的晶片 比如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 晶片掃描成功的機率 是不一樣 一定要記住 去打晶片 有打比沒有打好 你如果真的真的不想打 拜託 記得一定要牽好繩子好不好 財犬那麼聰明 都有一大堆走勢 因為就是牠太聰明 太有這些情報了 反而很容易出現走勢的問題 為什麼台灣有這麼多流浪動物 我們要怎麼去防止呢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就不跟大家講太多 接下來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幫助牠們 幫助這些狗狗貓貓 野外的浪浪們 去活得更好 或者說 你能夠經一份什麼樣的心力 去做什麼事情 讓牠們的生命 能夠過得更快樂 更安詳 如果最後走掉的時候 已經讓牠更平靜的離去 好 今天才向你說 各位下次見囉 記得訂閱唷 才會向你說 Shawn and Sheba See you next time Ciao